今天我们来看看南区的历史建筑如何中西合璧 第一站是葡萨青少年中心 很多人跟班都来过 以前是一间警署 葡萨青少年中心 现在是一个二级历史建筑 这个地方本身是一个早期警署的建筑 所以可以反映一些当时殖民地时代 可能港英政府有些管治的时候 他们有些考虑 也可以在建筑文里面看回 其实在二十年前我们的创办方韦德博士 看到当时都比较多边缘青少年 所以都成立了一个青少年中心 希望他们可以在这里有一个比较好一点的环境 去玩 去从事一些艺术创作 离开葡萨之后 我们继续我们的南区中西合璧古迹之旅 去到另一个充满殖民地情怀的古迹 八大离修院 而葡萨的导想员继续为我们讲解 八大离本身现在是一个法定古迹 其实在以前 它的作用是一个疗养院 后来也经历过不同的用途 其实有一段时间都是空置了 当中可能有很多人物或建筑都受破坏 而在香港医学院接手这个地方的时候 其实他们都花了很多时间 去做一个复修工作 所以我们都觉得其实那个复修工作 是做得挺出色的 第二就是其实八大离跟我们香港 都有一个密切的关系 其实因为八大离以前有一个神父 其实在附近发现了洋子经这种的物种 其实现在洋子经也成为我们的士花 所以都想透过参观八大离的过程里面 认识香港的历史 既然是中西合璧 最后一集我们就看看洪圣古庙 至于洪圣椰庙也是一个法定古迹 洪圣庙本身是一个愚民会拜的宗教神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去认识我们南区的一些愚民文化 欣赏洪圣古庙除了看雕塑之外 记得留意外面那一支 不是奇缸 因为原来根据愚民 这支就是定海神针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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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